意大利 肺炎在意大利大爆发 那么过去24小时 在意大利新增确诊的人数 是高达了1797期 另外死亡人数也暴增了97个人 目前境内超过9000人染病 其中有463个人病故 数值累积确诊人数暴增 确诊跟死亡速度也双双 成为全球单日新高 一周前还在嘲笑戴口罩质询的议员 应该没有想过自己也有今天吧 有意大利议员戴口罩到议会去 没想到遭到众人嘲笑 议员表示戴口罩是为了防疫 最后他更气得把话筒直接摔在一旁 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当大家以为意大利的病例大爆炸 只是因为没及时做好防护 却发现是政府隐秘后的回马枪 而中央原本每天两次记者会更新确诊注字 也突然政策急转弯 此令一出 意大利确诊数马上激动 引发隐秘疫情疑虑 医疗专家就批评 这样美化数字的做法 会让民众错误疫情 先前传出 拉吉欧和皮德蒙两大区的行政首长 在24小时内先后感染武汉肺炎 如今连陆军参谋长也中招 目前正在宿舍单独隔离 如今意大利不只复制 那犹如伊朗官员中标的剧情 也重新上演武汉当初封城时的全员逃走中 意大利政府8号下令 封锁伦巴迪大区和周围14省 全国四分之一人口 至少1600万人受影响 各大景点也关闭 消息一出 北部出现大规模逃难潮 民众纷纷收拾细软逃离疫区 没想到离城的人都白跑了 因为隔天直接全境封锁 9号总理孔帝宣布要把封锁区 扩大到全国 从封城变成封镜 6000多万意大利人 现在除了工作就医等必要因素外 通通不得外出 这波禁令将在当地时间10号早成生效 一路进到4月3号 究竟意大利政府的亡羊鼓劳 能不能挡下疫情 我们就怀着最深的祝福吧 本来这个得失就要自己负责 每日广告观看次数 尿打眼见所有广告看板 最强大的CP值 最直接的曝光率 行销广告求婚告白 婚伤喜庆指桑骂怀 商品交换可密室协商 你有钱我们就有故事 买广告曝光就交给老天鹅 这个交给我就好 罢韩 选后局势大变天 韩总在共匪的耐替疫情下 选择嘴巴臂臂乖乖上班 但只要摄影期待 韩总仍然藏不住 他贴身自带的主角光芒 市长报告我们的这个消毒的 表白水是用浓度5% 1比100的比例 才刚问完消毒水调制比例 下一秒韩国瑜突然弯腰 栽下口罩捧消毒水起来闻 以百里山以百里山以百里山 起了沙走 所以我们来这个追尸会 我们怀着沉重 树木的心情 把这里参加 披头就说823让台下的来宾听了莫名其妙 不是228纪念日吗 怎么会说成823 这波疫情让韩总一回高雄就展开了防疫工作 另一边的霸函联署行动也在韩粉的爱与包容下如火如荼的寄行着 这不天亮的罢韩团体 空缺500万年 我都给你收过了 因为你有收到吗 又收到一次恐吓连鼠书 上桶用红字写满三字经 写着2月21号 我将持汽油桶炸割草跟光复总部等着瞧 藉着恐怖气氛啊 能够把感情 呃 急速升温啊 仔细一看这封恐吓信 我想你的老师应该很想哭泣 你娘差点写成韩你娘 难道这位恐吓信笔者跟之前只写连签 就是不协议的人兄 是同班同学吗 上鬼话服 但是再多韩你娘跟之前恐吓 别挡不住霸韩团体 40天内完成第二阶段联署 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第二阶段的连数完成 班韩团体用了几天时间整理 一早就送进了高雄市选委会 火力也跟着全开 我们的志工终于不用再冒着危险 在街头被韩粉挑衅 被韩粉威胁要开车追撞 被韩粉辱骂 今天走到这边 我们想要向韩国瑜证明的是 从来没有什么韩黑产业链 从来就只有一个不顾高雄市民意的市长 罢免第二阶段会在40天内完成查核 预计6月中旬进行投票 如果超过58万票 韩总将会正式打包走人 孙大千他就说 罢韩团体真的认为台湾人民都这么好骗吗 他认为说这是灌水灌过头了 罢韩连数会变成世纪大笑话 大千不是在帮韩总落选的路上 就是在前往啤油救火的路上 最后谁才是真正的世纪大笑话 就等着40天后见真章 天气又变凉惹 目前订阅数是12153 要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的全部选项 让你每天特搜直播不漏拍 减班休息 2017年的蔡英文 踏着雪崩式的民调滑下山 但劳工跟菲力牛排一样 一直是蔡英文心里最软的一块 我在这里吃到的牛肉 我就感觉蛮好吃的 正是在利用台湾价值照样翻转 在疫情冲击经济的今天 劳工被动放假给自己充电 老板忙着减少支出省钱 我们政府也准备冲击2020诺贝尔奖 劳动部强调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会由资方和劳工协商 减少上班时间 不过都是劳工双方协议后才会实行 而且老板还要提供劳工最低工资 所以不是没有薪水 大家所经常使用的无薪假 这个部分并不是无薪的 我们是减班休息 如果说无薪假领的是诺贝尔和平奖 那这次减班休息的证明 就是直接问鼎经济学跟文学奖了 让我们一起感谢无薪假界的各位前辈 有一个创新的理念 叫无薪假 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 厂商用无薪假 那这是我要拍案叫决 无薪假我不行 减班休息我可以 如果我没看错你会是乞丐中的霸主 乞丐中的霸主 那是什么 还是乞丐 不过劳动基准法中定义的无薪假 早就规定不能低于基本工资23,800 假如中高阶主管月薪45,800 被放无薪假 能领基本薪资23,800 但减班休息 月薪扣掉基本薪资 差了22,000块 劳动部会提供一半补助 加起来这个月能领到34,800 前提是得参加直讯 无薪假和减班休息差了11,000元 但换成基层员工月薪28,减班休息能领25,900块钱 实质上只差了2100元 相较之下补助金额似乎很有限 所谓的劳资双赢 我就知道还是轮不到我 劳动部也宣布 已经从就业安电基金及公务预算 新矿列将近31亿元 这么多的纳税钱拿出来 还不包含在纾困条例里的600亿 11月韩国瑜提出六成薪 被民进党全党上下打成草包 连劳动部都出来朝韩总归个两全 原来无薪假本来就是有薪 条条大到通发财 石油因为自身的稀有性 对于各国来说拥有它等于有了话语权 看看我们的阿拉伯石油王 就知道生活可以过得多惬意 北德奈提在各国制造恐慌 原本还算和乐融融的石油王 以为可以安然度过这次危机 没想到却召唤出超越疫情的黑天鹅效应 为什么油价大跌 就是因为俄罗斯不配合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调降这个原油的生产量 因此油价就出现了崩跌 一天崩掉30% 昨日加油的钱 今天买三次就赚回来 因为和约谈布隆导致沙厄两国销价竞争 为了伤害他国经济开始大洒油 你便宜我再更便宜 但你以为这只是沙博与俄罗斯在闹别扭 这时候驻海边的川普又来了 你美国居然干预俄罗斯对于欧洲的输油管计划 本来俄罗斯跟欧洲谈得好好的 但是美国就是要来插一脚 我不允许你俄罗斯的手伸到欧洲的输油管来 而且哦 还有一件事情 俄罗斯的石油在委内瑞拉的业务本来也谈得好好的 但是美国就是要伸手插一脚 国际警察又出动啊 土人士自扫门前雪 洋人士狂管他国有 但你要抢就要有受伤的题目 道琼市中错了超过2000点 直创下市上最大单日跌点 三大指数收盘全部跌破7% 美股一开盘就像是坐上大怒神一样 像是这个自由落体直坠 开市只有4分钟的时间 标普500就跌破了7% 触发了首波的熔断机制 一度暂停交易15分钟 我不知道今年股市是牛市还是熊市 我只知道从今年开始都没好事 在有股双跌的情况下 还有疫情在背后捕刀 这年头投资人的心脏要够大磕 可怕不可怕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